台中市有公園的無中的便室 第一天的營增可以 省起來照給民村一些福古的設備 要提供多會人來使用 不過算也有民眾跟家庭在這裡 過美五百獎用 市府公會再加強順順順順 也還有這叫來安地家庭也會加強領手 鄉市有輕輕的一邊 一頂民村馬上打賓 這個地點不是到一個路關 是在台中市當區十專公園的公共便室 設計在這裡 最近無中的便室 前一回來政府駐到相關的設備 包括康仙式的宅火城 人工工門烏烏盆 公共便室的外觀設計感濁著 福建民眾說四月客用以來 公園已經變成真正門的景點 一步就說要驚死人人夠多 真的客玩 每天就客玩 重點就是便室 這台公園這個便室有新值 台中市新港廠標時 公共便室設計是采用新種團體的建議 照合成可以協助行動不便的人 飲食換料主要使用 人工工門烏盆是專門為長照口的族群設計 使用的有利益企圖 當地理長表示下來有千四百位 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 其中有九十七的人是九十歲以上的中架 無種的便室設計有他的必要 但是坦白說有民眾跟郵民 知道後來賀白雄 直接把無種的便室動作路灌來大 這個時候還不算路灌人 有些好像遊民或是其他的民眾 因為這個地方用得比較方便 變成會造成濫用的情形 就是或許說來這邊睡午覺 或是晚上來這邊過夜 我們都經常遇到 加強宣導啦 然後我們也有巡查員 如果有看到這樣子的狀況有遊民的話 我們就會請那個社會局民政局 這邊來協助安置啦 那清掃的頻率目前是公所這邊在維護嘛 那我們會請他加強清潔的頻率 市府廟時會加強選手 而且請孫渣完加強選手 請社會局跟民進局協助安在郵民 也會請區公所提高拼手的頻率 為何維新環境跟社會安全 未來的來看民眾所用的回應 又再來賓國是不是要delay 其他的公共辦理 記者台中報道